音乐 音乐 到点了 该喂熊猫了 现在给它们准备食物 在冰箱里面呢 就是它们的精饲料 我们整个中心的精饲料配方 都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养NDD的 个头比较大一点 真的时间要久一点 每只熊猫 根据个体差异的话 是不一样的精饲料 给鲁鲁准备的话 是一顿四百克 一定要喂四顿 我们尽量要保证 每顿熊猫精饲料的清确度 这个稍微多一点 我们就切掉 好了 把它切片 切完之后 装到它的 盘盘里面 精饲料准备完了 我们就准备胡萝卜 苹果 胡萝卜苹果要清洗一下 胡萝卜清洗之后 就别装盘 胡萝卜每段是 一百五十克到两百克 所以还是要给它 切一下 撑一下 两百克 OK 然后给它 切开 装盘 好了 这个就是 鲁鲁一顿的熟 现在就准备去 喂鲁鲁了 我们大熊猫精饲料 每天都是做一次 和苹果 胡萝卜一起 献送过来 非常新鲜 现在我们就去 给鲁鲁 喂食 好了 我们就到了 鲁鲁的眷舍了 来 鲁鲁 给你喂食了 来 鲁鲁 起来 哎呀 好乖呀 做到 我们给它 爱心思维 爱心思维的话 要求熊猫做好 给它 最喜欢吃的萝卜 嘎嘣脆 鲁鲁是99年出生的 25岁了 算是熊猫里面的 高宁熊猫 它现在的状态非常好 其中保持到 128公斤左右 稍微年纪大一点 所以它那个眼圈周围 和皮肤上的黑色 速退了一点点 鲁鲁的精神状态 是非常好的 吃麻麻香 能吃人啦 虽然它是老年熊猫 但是它依然保持正常的饲养方式 因为它的状态非常好 性格也很活泼 每天最喜欢的就是玩水 精神太好了 大冬天的都喜欢在外面 能走动 能熟食的洗一下澡 每天吃竹子 都是非常好的 分面料 基本保持是13公斤左右 不仅是 有这些精料味 它每天还准备了5公斤的竹笋 到点啦 就会喂它 来 露露 吃东西也不增不强的 你看多好 吃完了再要 好了 最后 苹果 来 这个是露露 一顿的食物 苹果的话 一天只喂一颗呀 苹果吃完了 我们给露露喂笋子 这个是雷珠笋 每天新鲜雷珠笋 还要清洗干净 不如是野外 就回来的熊猫 自在气场 看上去比较霸气 但是啊 它一点都不凶 非常听话 每次 在最远的地方 只要喊它吃饭了 它就回来了 很乖很乖的 来 出来 来 好了 你看吧 叫它必有呼应 天新鲜就是它的 就全部给它 它自由挑选 来 中路都是你呢 特别选择 调理好并保持好她的身体状态 给她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境 未来有很多未知的事 我们日常多多观察她 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的话 及时发现直处理 会细心照顾好她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